不能一笔一笔写 它都是连笔 怎么连笔法 左点加上右撇以后 左点加右撇以后 你看这边有个切角 它就是笔尖来到里面走以后 笔尖提贴过来又变高 是不是重又变轻 又在旁边提贴 就是轻又重 贴完以后过来这边 那这笔难道另外写吗 不是 它在这边用笔尖提贴 很小 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没有提贴 用笔尖去再走过来也都可以 然后到了它该写的位置 它就贴下去 然后你看就撇过来 单独看这个撇 多漂亮 这个撇是不是就是凯苏的撇 对啊 好腾空接这一笔 所以这一笔用尖尖的 因为它连笔 提贴完了 完了它就停 吐一口气 重新下一笔 它为什么心经会变成大家 一定要练的铁 因为它同样的字已在出现 每一个字都不一样 尤其那个五 所以所有的写家历代以来 没有不练心经 所以这个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你回去一面看的录影带 一面再想一下 我讲个话 我讲个话 我们这个重新来 没关系 我把它写完 这是另外一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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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个是连的写 这个波 波生前水对同学来讲没有什么困难 那可是这个皮啊 右边那个皮啊 同学会很难去 就是不去想到楷书的写法 事实上他 你就不要去想楷书的写法 你只要记得楷书的笔画有这样的笔画 可是你写的时候 因为你要知道 有些笔画在楷书里面是长的 在行草书里面变短 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皮的第一笔 皮的第一笔它就变短短的 可是在楷书来讲它很重要 它等于把空间定下来 这个一定要斜上去到高点的地方盘旋一下 贴 好 提贴 这一笔你又写不出来这种S型 没关系 你就点一个长的三角点也行 没关系 好 这个螺 螺注意一下 上面的四维螺的螺 上面那个四左右都是开口的 所以你不要想把它密合起来 甚至于左边的第一小数 它变成一个点代替 其他呢 很多都是连笔写 所以你可以先用慢笔 单字 或单步手练 练完再把步手连结起来 再整字写 我把速度放慢了 应该同学看得清楚 一天